荣民节前夕为了向乡内荣民致意 新城乡公所26号在回南湾餐厅 举行邀请地方荣民眷属参加 并表扬九个村的优秀荣民 而乡长和立台也感谢荣民们对台湾的付出 让社会可以更能够安居乐业 在荣民节的前夕 新城乡公所为了向乡内荣民致意 新城乡公所26号在回南湾举行 邀请地方荣民荣圈参加 老乡相见分外高兴 大家一起叙旧 一边欣赏找团体们的演出 让现场充满活泼温馨的气息 向上和立台表示 荣民弟兄早年保家卫国南镇北桃 退伍之后更积极投入国家十大建设的行列 奠定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 包括工程军队的中红公路 以及北回铁路 都是当年荣民弟兄秋一草一府一早 所开展出来的 荣民弟兄积极投入牺牲奉献 荣民向前辈国家建设发展的贡献 功不可没 我们要感谢荣民过去为国家的付出 尤其今天在座的各位 有很多的协长在这个地方 各位保家为国 奉献给国家 在民国68年 政府为了感谢各位 所以用荣民 就是在我们先总统讲功 把这个基林日 升职基林日的时候 作为荣民简匠是一个各位表达感谢之意 唯有坚强的国防实力 才有和平来的条件 所以新城乡极力来支持 我们各项的国防事实在新城乡 我想各位我们的荣民前辈 半身荣马在国家 在社会 我想刚刚李台讲这段话 就是代表我们新城乡 全体的乡美来支持国防的这个力量 两岸的交流确实要 必要性以及经常性 所以不管 中央以及对岸 两岸的关系如何 但是我们要尽一份我们的力量 能够交流就尽量来交流 所以今天要感谢 我们过去 为我们国家付出的 各位农民大哥大姐 还有各位宝剑 作为他们的后盾 能够让国家社会能够安定 现在和李台感谢人民弟兄们 年轻的时候 保家为国投入战争 来到台湾之后 又加入国家建设的行列 中横出发公路和北回南回铁路等等 重大建设都有他们的身影 才有今天台湾的富强 社会的安定 它也代表地方乡亲 向全体饶命叔叔贝贝 表示敬意 记者就容易 现在教导 知道吗 没有 阁止 行用